尼沙颱风吹倒花莲和平电厂电塔影响供电 而为了避免限电危机发生 行政院发出公文 要求各公家机关在未来两周 下午一点到三点不开冷气 希望能够带头降低尖峰时刻的用电量 为了节能省电 行政院发出公文 要求总统府在内的所有政府机关 未来两周下午一点到三点都要关冷气 其他时间的空调温度 也要控制不低于28度 我们昨天下午在做完整体的盘点之后 院长当场有才是要秘书长发公文出来 一点到三点的部分 昨天院长有做一个才是 掌管电力的经济部当然要以身作折 部长中午才刚说完 下午马上行动 现在是星期一的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这经济部为了营营的限电的危机 可以看到在办公室里面 目前是没有开冷气 只有送风 另外可以看到在我背后 这个公共走廊的部分 也把这个电力关起来 要节省能源 另外可以看到目前这电梯的部分 也是关掉其中一部要节省电力 部里面的电梯会上班时间 我们只开一台 科长一边受访 他的额头一边冒汗 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多热 办公室里还有人用手插汗 或是拿起扇子或纸片扇风 直到三点一到 经济部才重新打开 中央空调冷气 不只经济部带头示范 总统府也在下午一点到三点 关掉冷气 要和所有公务机关一起带头降低 尖锋时刻用电量 不予民众抢电 不过民众对于这项政策的看法不一 如果可以节省一些能源的话 也是一种方式 这样子政府机关公务人员怎么上班 而且主要的用电都在工业用电 而不是在这一般民间 这项政策是否就能化解限电危机 不得而知 不可确定的是 在和平电厂供电线路完全修复之前 每次天气温度飙升 都将是蔡政府电力供应的一大考验 记者 张志雄 陈信龙 吴家宝 台北报道